喜歡畫畫的小朋友注意了 為倡導防災概念 提升學童災害預防的意識 由英哥區公所 新北市議員洪家軍服務處 與家和有限電視 共同舉辦的社會福利 暨防災宣導創意繪畫比賽 經過三位專業美術老師的評選 從幼稚園至國小高年級 700多件的投稿畫作中 共選出200件優秀作品 評審老師對於這次參賽作品 在繪畫上的創造力 構圖都給予肯定 那很開心這次看到同學們 在整個防災的一些 有用四格漫畫 也有用很寫意的 把一些防災的一些觀念 還有一些預防的一些 所需的產品 或者如何去動作 他都有在這次構圖上 好好地去表現 學童對防災概念所展現的各種創意發想 評審也感受到孩子那份天真的想像 欲仆著之趣 在評審的過程 可以看到出很多有趣的 然後他們想要畫什麼就畫什麼 那個天真的 可愛的模樣 那我看到小朋友那個著去 他的線條雖然是有一點歪歪去去的 可是你可以感到他那種純真 這種天真 而且我感覺看到說 我們英哥未來非常的有希望喔 一定會出很多的藝術家 佳和有線電視將於11月19號 在英哥區公所六樓禮堂 舉行盛大頒獎典禮 並鼓勵爸爸媽媽與孩子一同參加 創造親子共同回憶 好 那恭喜高年級組這十位 中佳新聞吳沛山綜合報導 中佳新聞吳沛山維 中佳新聞吳沛山維